我們這一局比賽的10萬元 這個淘汰收入量最高的一個獎金 就會花落誰家 讓我們一起通過這樣的一個行線來看一下 其實要說這個獎金的歸屬 二三名之間差的也就是五萬塊錢 也就是五萬塊錢 什麼概念呢 一局比賽拿著個淘汰王 對 比這個五萬塊錢還多 是 是它的一倍 但是人活一張臉 數活一張皮 這個一名之差呢 其實對於選手的心肩來講 還是影響比較大的 但是當獎金發到兜裡的時候 什麼都煙消雲散 煙消雲散 來看一下 這個行線其實對於RNG來講的話 打L城也是比較熟悉的 但是呢 我們知道如果說出現軍事基地圈的話 對於RNG來講 他們是怎麼說呢 在這裡吃過虧的 來看一下 DRS和DOZ之間的歪城爭奪戰 這次還是在這三座樓上落地 撿到了一把弩 端著弩就去衝啊 AJ的選擇是不是太過於大膽 一個人要直接守這三個人的樓 AJ在腳下一把手槍 直接帶走一個 另外他的隊友也帶走一個 Aero和Eppy 同時倒在了一把手槍之下 而且安全區正如驅饕所言 刷在了軍事基地 這RNG為什麼每到命運關鍵抉擇時刻 都出現這樣的圈型啊 我的臭嘴巴呀 我天哪 你的嘴巴可能在此時此刻有點臭 但是這把大盤機還是很香的 哇 與此同時呢 尼瑪一噴直接是噴倒了對手的 倒數第二名選手 現在我們看到DRS還有兩名選手 都是殘血 而尼瑪依然健在 Aero Pro 頭雖然很鐵 但是還是接不上子彈啊 但房間裡的尼瑪血量已經不足了 好在隊友還是很不錯 這是一把迷你啊 你看 你看這尼瑪的位置 雖然說血量不多 但是走位還是非常激進的 上去輕了 但是這邊血量很殘 直接出來有點自信啊 這個槍線控的非常的不錯啊 直接是選擇了一個暴頭位 另外一邊 尼瑪再一次地把Aero給收掉 這尼瑪太強了 一顆手雷 把自己給收掉了 不要讓尼瑪作為這場比賽的 要演的主人 是的 那這樣的話 第二S落地 很可惜 只有三個淘汰 不過沒關係啊 尼瑪依然還存在場中 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 再一次地祭出 這 尼瑪太強了 好了還是 解說席的狂歡到此為止啊 這個圈型對於RNG來講太不利了 現在他們的積分是152分 距離宙斯10分 而宙斯我們看一下 宙斯的位置現在 還離圈也是十萬八千里啊 還在最北邊 比RNG還要不利 是的 這一次宙斯又是選擇了另外一個條點 這對於這個RNG來講 是挑戰 因為小島圈行啊 我們前面剛開始就說了 命運抉擇時刻 是挑戰也是機會 現在我們確實是把所有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宙斯和RNG的身上 於此呢 FA現在是146分 距離前三 距離甚至第二名他們都有機會 是的 而且在競圈順位上來看的話 他們應該是要比RNG和宙斯都要高的 這是一個埋伏 Warriors這名隊員藏在了這個複雜樓裡面 完全是沒有漏身位 IC 每次看到Wars我就只想看看 Boris在哪兒 這完全沒有漏身位啊 IC穿了一個蝴蝶翅膀 馬上就要漏出來了 他在挪 他怕對方透過這個窗子看到自己 但是IC這次可能要遭中了 應該是很難躲過這一劫 我們看看IC身上穿的這一套 華麗的這個仙女裝 這個精靈套裝 可能馬上就要落入到敵人的槍口之下了 剛才他手裡的翹棍 已經預示了他這場比賽的結局 樹葉纏身的他 在關鍵的位置 嗅到了危險的氣息 掏出了一把槍 難道要秒嗎 真 你還以為要反擊成功嗎 我還真以為他能直接秒掉 那這真的是對 如果說他秒掉的話 那Boris可能 Boris可能直接放下了手機 從此告別職業賽場 應該不會的 與同時 湯姆哥這裡落入到了 火牙FA的包圍網當中 現在來看的話是要抓的 對方好像湯姆哥只有一個人 應該是定位了 對 而其他的隊友的距離 他們趕過來的車程還有10萬8千里 湯姆哥應該也就到這兒了 但在這個情況下 階段一 因為這個房間是整個軍事基地的 東邊 其東邊的位置 是 火牙原本是 作為一個原住民 居然放棄了中間點 野茂這邊一顆爪 真是秀 從昨天到今天 野茂的這個手雷 一次又一次地擊中我的心 手雷不僅僅 只是可以遠點用來擊殺 我近點毫離之間 也能夠把它扔到對方的腳下 剛剛的一瞬間 野茂是捏了一個非常精準的順暴雷 朝自己腳下15度的位置 狠狠地擊了出去 狠狠地砸了一下 力度剛剛好 彈了地面一下之後 剛好打到了對方的嘴中 昨天就在這個畫面當中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鏡頭 看到東橋橋底的一波 應該說是提前雷 它先封了自己一側的煙 然後用一顆手雷 通過這個剛剛好的時間差 精準地把控到對方 踩到這顆雷上的時間 是的 在最近的時間 大家都在說野茂的這個身價 水漲船高 但其實如果你不是P1的 正選隊員的話 想要加入到俱樂部 其實不用付那個轉匯費 但是他可以拿一筆付匪的簽字費 所以最後的一局比賽 一定要抓緊這樣的一個機會 同時對於微博來說 也要把握準 這是真快樂起來了呀 我的媽呀 這車停的可以說是嚴絲合縫啊 但是這一撞就開了呀 他並沒有想要在這個位置賭人 他只是搞一個惡趣味 只是想讓你難受一下 就是開局不利 落地就掉一人 RNG此刻好像他們想起了自己 在P1總決賽最後一天的一個打法 從電站東側找到了一些載具 就是海上載具 等一下 你的這番話 彷彿是喚起了我的記憶呀 P1的最後兩局海島地圖 同樣也是這樣的安全區啊 對呀 我就說嘛 我說這命運抉擇時刻 RNG又走到了相似的獅子路口上 只不過上次爭的是第一 這次爭的是第二 這次可就千萬不能立定左轉了呀 是的 必須要直接大步往前走 我們看看在這個橋頭 HVMB撞上了VAL VAL這邊陣型還分得很散啊 其實我覺得啊 就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去到軍事基地正北側 海峽對岸兩艙的位置 也是可以的 因為在那邊有沒有LGD 對吧 況且我一直挺迷惑的啊 HVMB這些隊伍呢 上個局統子哥也說了嘛 這是一個慢節奏的隊伍 是的 但是你的跳點是靠近中心位置 還要打慢節奏 這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難道說他對自己的這個打法 有獨到的見解 反正不管怎麼說嘛 這只是階段一 如果說你真的要正面 跟我拚一下的話 我也完全不太怕 是的 這最後一局比賽了嘛 我感覺這局的宙斯啊 有點像PEL總決賽當中的show time 怎麼說 就是他們的位置是相似的 雖然說不在歪城啊 但是甚至比歪城還要更被握 這胡鴨FV 那火力車從西往東 往北邊搖的胡鴨FV像什麼 這幾個主播在打直播呢 他已經完全找不到模型了 沒有PEL的模型了 他們就是他們自己 開啟直播模式 陳潔已經拿到一個 怎麼打來打去 又是2E 又是EGO eSports 看看在這個房區怎麼說 在陣型上回FV是一字長蛇陣 在房間裡是只有7次 倒了DALI 2E好像不太給力 全形又縮了 這對於RNG來講的話 真是熟悉啊 太熟悉了 陰陽圈一肥一男 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呢 RNG啊 在PEL最後一場決賽中 他們登陸以後啊 TMG把所有的載具都開走了 看看這邊 好秀 這對於余哥來說是對最近 輿論上對他的風波最好的揮擊 直接開車 最後的撕血 拿到了整支編隊的淘汰 是的 關鍵的是他們的那個位置 還在橋頭 你看 剛才我說了吧 TMG會把這個載具拿走 這 國外老哥可不會這麼幹啊 TMG不僅把載具拿走 還把所有的車胎都卸了 是的 有工作賽沒聽到嗎 沒聽到 沒聽到 我看了 我們兩個能走 看見了 能走 我們走 我這邊 橋樓站那邊有人 有人嗎 往哪兒走 從哪路走 你們找不到 你們找不到 有人上岸是吧 不是 藍牆 在旁邊 走 走是哪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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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橋樓走了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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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可以打的 這對於虎牙FA和RNG之間的爭奪來看的話 真的是一分之差 實際上很可能導致千里之別 你看現在只有4分 但是從獎金上來看的話 這就是15萬之差 第三名和第四名是 一個是25萬一個是10萬嘛 而且最關鍵的是 如果說虎牙FA一直延續這樣的一個手感的話 很可能這場比賽 單場的示範獎金也會被他們收入囊中 是的 目前他們這場比賽已經是獲得了5分的淘汰分了 而RNG 此時此刻是還沒有人頭入仗 咦 宙斯什麼意思 穩妥可以 但不至於這麼穩妥吧 葛德萊斯好像是 這放在砧板上的魚肉刀都不抬一下 他覺得對方是個蹦子 從背面打好像打不下來 可能也會覺得 我這個時候開槍 他們會不會耽誤我前方進圈的路線 至少像你剛才說的 這是一個陰陽圈啊 陸地上還是有面積的 對於宙斯來講 不想提前招惹太多對手 也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甚至猛如宙斯這樣的蒙古鐵技 也會在這種名次所類之下變得保守起來嗎 嗯 嗯 Will過了這個馬路 可能看到橋上的景象嚇了一跳 他說我終於 已經看到了 他發現事情不對 兄弟們 兄弟兄弟撤撤撤 油門給我鬆掉 趕緊掉頭跑 其實這邊根本沒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你想啊 我費盡千辛萬苦來到了橋頭 發現橋頭的路已經被封死 還有一台燃鑿的載具 這誰敢去呀 是的 那余子同志的話 Team Secret 因為剛才 宙斯沒有去攻擊他們 所以說大步的向前走 反倒是遇到了傑克 那現在的話 宙斯如果敢到的話 很有可能能吃一波 豐收的飯菜呀 哎呦 薩拉這邊不自信了呀 薩拉這個時候繞了半天 結果對槍並沒有幫助到太多的隊友 看看這邊正面怎麼說 好 萊比斯 好 一波和隊友的配合 但是還是在燕屋內 繼續地尋找敵人的位置 全部陰陽了 那現在來看的話 火壓FA還在橋頭惡守 這局他們應該能夠拿到 特別多個好台分 那他的直接競爭對手呢 宙斯這局選擇了穩妥 我覺得一支 以猛為主的戰隊 突然選擇穩妥 不是一個好消息 是的 而Team Secret好像在面對 Reject的鬥爭當中 完全敗下陣來 剛剛薩拉雖然說有一些小馬 但是最終還是 正面沒有掩體的情況下 還好撒了 再一次的救主成功 是的 Reject在接受完採訪之後呢 這場比賽應該說也是 表現得更加主動的一些 有團必接 好 我們看Vill 你看 比賽場中啊 就是這個蝴蝶效應 是 有人把橋堵住了 你看 這有膽子大的 他不僅過來 想從這個裡面出去 還想 大哥 撞一下其實沒有那麼難的 撞一下嘛 他想的挪一下 我說不定還可以把這台車給弄走 你想多了 人家把輪子都卸了 那個核金融股好像沒有卸輪胎的樣子 是嗎 從那一側卸了吧 應該來看一下RNG RNG 在苦苦的登岸之後呢 終於開啟了接團模式 如果現在再不接團的話 隨著淘汰數量的累加 對於火壓FAG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更何況是宙斯現在162分 在他們兩隊之上 但是你想啊 我提前接架 就有提前被淘汰的風險 雖然說我可能這場比賽 淘汰拿不到第一名 這就是心理負擔和一個壓力 我直接穩妥起見 照訓練賽打 我們把這把比賽的雞給吃了 我們就直接可以拿到排名分了 12分啊 雖然說沒有10萬元獎金箱 但至少是能夠幫助自己衝擊第二名啊 對 而對於微博Gaming來講的話 打這樣的一個小島圈 真的是輕車熟路 就和PEL決賽當中 他們來到的點位是差不多的 開始了打魚模式 骨魚達人 來看宙斯 看看宙斯怎麼打 蒙古鐵記來到這邊 也是要被迫停車 這真就沒人撞一下嗎 宙斯Gunlice也來試一下 這個車上還留著 留著Vorris的氣息呢 來吧 直接撞 對嘛 直接撞就完了嘛 哪來那麼多麻煩的事 Vorris在幹嘛呀 宙斯輕輕一笑 這和阻擋我們的正面敵人相比 還是能力輕鬆扣除的 也有種可能啊 Vorris可能沒有大車 他有大車的話他可能就撞了 不管怎麼樣嘛 至少宙斯是從這個位置化險為儀 但是他進圈 對於RNG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我看這個樣子 火牙FA怕是要拿第二名啊 看看這邊嘛 從駕駛的位置上來說 魚果反正是把對方的信息 一進手眼筆 嗯 其實你說虎牙能夠拿第二名 我覺得也可以理解 因為Well 在這場比賽的精圈路線 是一波三折 對 首先從東橋過 發現有車來 他也不敢撞 選擇了往回撤 撤到了橋頭又不敢游泳 最終是選擇了在西橋 你看這個橋 這跟決賽當中的圈 好像簡直一毛一樣啊 至少目前看起來 真的是沒什麼大大的區別啊 那最後再往泡輪輪下面那個房去縮一下 我看看 先看這邊吧 BBD 來到了海灘 又是沒掩體的情況下打魚 他就完全不害怕山坡上 因為山坡上有自己的隊友 北斋現在完全不想要考慮進圈的問題 捕魚達人 聽說北海道的魚非常的香甜 看看這邊出槍有沒有 但是沒有看左邊啊 左邊如果有人上岸的話 偷他一個黑槍也說不定 還好 這邊將軍和明明啊 早就已經架在了他的左邊 沒有什麼問題啊 又是一波固若金湯的防守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他們這個位置不在安全區內 代表著他們將要丟失 這場比賽可能有利的吃雞的位置 你還記得總決賽 微博怎麼吃的雞嗎 微博是早早的 在這個階段 從千軍萬馬當中找到一條進圈路線 是 蜿蜒著找到了一個防區作為駐紮點 這一次他們不進圈了 他就想要收人頭 無所謂了 反正是吧 我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多拿點淘汰 一會兒還有十萬塊錢的附加獎金可以拿 他們可能想的就是這十萬元獎金 對 再看RN 這是宙斯了 通過了東橋之後 選擇了進入到軍事基地 選擇了更複雜的地形 前面是RNG 對於RNG來講的話 如果他們知道這是宙斯 可能這波團他們是必接的 自己有圈形 有位置的優勢 對 有人數的優勢 如果說一旦出現一個擦槍走火 知道對方的情況 那肯定是會應接的 這時候就要用到小小劍的名言 打一個看看 嗯 但是沒有鞠啊 沒有拳鞠啊 沒有拳鞠啊 我們智哥呢也是拳鞠好手 宙斯感覺這局氣質不在了 真的氣質不一樣了 就好像是因為名次的原因 來另外一邊 又是尼瑪 尼瑪果然像剛剛說的一樣 他應該是開到了船上 找到了船上的一個輸出空間 直接打掉了一個隊友想上岸 但是還是被鎖定了 但是這個船也不行上啊 要馬上爆了 將軍可能千算萬算沒有算到 這一艘我持續沒有打炸的船 最終成為了我隊友倒地的因素 是的 那這場比賽的話 虎牙FA已經拿下了7個淘汰 DLS5個淘汰 Reject也是有5個淘汰 北斋這個位置 我覺得微博是不是要進圈了呀 要指揮一下 現在來看的話 打魚的收益已經不高了 只有一條魚了 其實微博已經派人 在安全區內駐紮了 他們有進圈的點位 來看一下BTR 這裡和Vorce的一波爭鬥 Vorce應該是從圈外來的 自己的HP並不高 Rizen打不起來了 那這樣的話 他就只剩下一名隊友在圈內了 這不應該呀 他們打的版本一直都是扣HP的呀 可能是沒時間打藥 沒時間打藥 現在階段四只剩下25名選手 上場比賽同樣啊 這階段五六就只剩下十幾名選手了 打得像訓練賽一樣 每一個戰隊啊都是帶著四五個淘汰 直接出局 那就代表著最後的人頭啊 這一場比賽的人頭獎勵 很有可能還真就是回FA拿到了 沒錯 還記得我們上場比賽討論的嗎 這主播不需要給俱樂部分成 十萬元獎金就直接揣自己兜裡了 當然現在對於微博來說 雖然說被偷了一個人 但是你偷任你偷 冠軍我來收 冠軍我來收是我收冠軍的這個名頭 還是說我把冠軍這個隊伍給收掉呢 反正是獎金名頭我都要收 看這個圈刷完了之後 微博又是佔據了一個非常不錯的位置 是的 他沿著一條山脈往前推進就可以了 不需要往中間走 最為恐怖的是觀眾朋友們注意了 DRS的尼瑪依然在場中 尼瑪已經上岸了 隨著尼瑪向安全區中心行進啊 虎牙FA很可能會遭到尼瑪的一波突襲 要不咱們換個 起個暱稱吧 我總感覺你在罵我 小馬 小馬 小馬可以啊 小馬可以 這個之前西藏納曲市有個尼瑪縣 也是讓我們比較 哎 比較小馬 但是現在宙斯這邊 好像提前告別這場比賽了 POWER爆發 還剩一位 如果這邊只剩一個人 那這樣的話 虎牙FA和RNG的機會他都來了 果然啊 一支陰謀著稱的隊伍 突然改變自己的節奏 這就是丟了魂啊 這也讓我想到了在POW第一周的體壇戰隊 在最後時刻突然也是慌了神 為了保住自己的名次啊 突然開始在賽場上有一些 像無頭蒼蠅一樣 選擇啊 迷茫了嘛 都迷茫了 是因為外界的壓力啊 場上的成績 都會對他們產生壓力 所以說 狀態的 就是動作的變形和運營思路的變化 都是可以去理解的 讓我們期待下一屆賽是 宙斯在舞台上的發揮 是的 不過這一次他們表現得也足夠好了 最為關鍵的是 宙斯全員被淘汰這個信息 虎牙FA和RNG肯定是都捕捉到了 沒錯 現在第二名的爭奪 已經落在了虎牙FA和RNG的頭上 他們兩隊同樣是私人存活 能否抱攔前三名 就看剩下的比賽了 現在場上還有六支隊伍 威博站的位置是不錯 但是這座山它真不新手啊 已經有兩支戰隊 踩在了自己的山頭前方 想要在山頭作戰 是沒辦法拉開槍線的 沒有必要硬推啊 而且前方就是RNG星辰 這個位置倒了可沒有辦法救啊 就是這座山啊 它就是很好站 開車過來還有機會 哎呀 既然倒地了 那咱就不要在這個位置停下來了吧 還是選擇了停 用這個載具作為一個掩體 如果想要和待會山腳之下的 微博Gaming一較高下的話 頭頂是必踩的 那同樣付出一個人的代價RNG 也收穫了兩個機倒 但其實啊 此時此刻微博道 還真不一定需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這個山上 對它背靠大山 往北邊輸出就可以 另外在畫面當中 看到了雨果是把尼瑪給收掉了 那現在的話虎牙FA 現在已經是有九個淘汰了 小智 神法秒掉一個 另外那邊奇奇行也是開始輸出 他們搶到了這片山頭的制高點 這個制高點一旦拿下來的話 小心微博Gaming就行了 因為他們在他們這一側 沒有什麼人能夠威脅到 泡泡泡泡還在防區裡邊兜底主呢 現在只剩下四支戰隊了 這次是野貓架吧 野貓架 野貓架 野貓架行嗎 野貓 都沒有 那我接你 我接了 我接了 他接我的 他接我的 上 頂城標 小心右邊 頂城標 小心右邊有人 這邊下面有個車 不收局 野貓你那位置不能放啊 來把右邊清一下 來把右邊清一下 幫我接啊幫我接啊 下面放進有人 沒有優的載具沒有成為火壓FV的一個伏筆啊 他們將會在這個山盤上和跑尾巴巴巴 進行一波中遠距離的對槍 但是在戰區的東側 微博和RNG已經交上火了 嗯 這一波選擇和轉移 其次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過來之後雨果先用四飛鏡 秒掉遠點一個 近一點純潔想要硬拼 但是沒有掩體還是回撤為妙 野貓在守了一會兒之後 發現微博Gaming的動向 是向著RNG的方向走 也是撤了回來 來到正面戰場之上 泡巴巴巴巴好像不敢中遠距離對槍了 這樣的話他會被RNG和火壓飛兩隊給夾擊 RNG現在只剩下兩名有勝力量了 只有三分的人頭分 RNG現在的選擇可能會更加的小心 但是回頭就是微博三元大將啊 這個劇本好像和PUL決賽當中的劇本大差不差 到這個階段RNG又是兩元大將 好像是在哪兒見過 又是在一個山頭 但是希望不要在同樣的十字路口停下 一定要大步的往前賣 其實這一次還是沒有到達夢的彼岸 但是只要比上一次賣得更遠一點 都是成功 這一次真得賣了呀 七七行那個位置是沒有任何掩體的 又是一台載具 就空空地守在他的身旁 微博已經踩到了高點 而另外一座山是虎鴨FA 與此同時虎鴨FA也在向著締造傳奇的目標 大踏步的前進 這不能說是往前移動了 這簡直就是大步流星啊 現在他們領先RNG5分 加上排名分的話 應該是已經超越了宙斯 兩座高山相互的對峙 另外幾邊的戰隊完全不動嗎 POWER888滿邊 他們應該能捕捉到這個星 場上只剩下13位選手了 但現在才是階段6啊 在山腰之下的七七行 現在小志要來接一下他 這個位置如果說 稍後這個鋼鐵四角被打破的話 別人往山上的山頂一看 就能夠看到 現在是這樣 階段6人不多 代表著每支戰隊啊 有非常多的時間去思考 七四行回頭看到了高山的微博 微博不太敢賣過這一座山 因為往前一賣 就會遭到虎鴨FA的子彈 是的 七四行想在這個地方等待一下 也是互來的小志 其次一個人在架著微博Gaming這邊 限制的微博Gaming 微博Gaming只能是向RNG這一側走 但是如果想要看到RNG 並且清掉還要看看 遠點POW888的槍線 現在我是非常為RNG的位置擔心的 如果說周邊的戰隊足夠多 RNG可以在這個中間趴得更久一些 但是身邊就只有三支戰隊 只要安全區不是很給力的話 任何一個戰隊清潮而出 RNG可能難以抵擋 現在就是恐怖平衡 一旦這個平衡被打破 RNG很有可能兩人編制 根本無法抬頭 也不能拿到更多的淘汰分 那按照現在這個局勢的話 虎鴨FA基本上就要鎖定第二名了 七強再看屁股 沒問題 守住屁股的這個高山 至少可以確定一個方向沒人 但是場上的敵人 已經全部都被定位了 而且POW888這邊還真是很給面子 就是一動不動 他們在圈邊 暗力 早地去尋找一些進圈的機會 但是他們卻選擇了全員 歸坐在房區 想等待安全區的眷顧 但是這安全區 怎麼可能往你臉上刷呢 這個圈一刷的話 POW888不得不出動了 而虎鴨FA和RNG剛剛踩進圈一步 依舊可以回頭架住POW888 就看POW888到底向哪一側進攻了 七七航 他們應該是要選擇虎鴨FA這一側 七七航已經往中間移動了 他的這個山坡是兩座高山當中的一個深坑 這個深坑暫時可以讓他們逃避子彈 不過一旦POW888和虎鴨這邊開戰 另一邊的微薄肯定是有動作的 這三兄弟正面要頂的是野貓 野貓機器人壓力會非常大 但是側面的春節有一個非常好的 施加壓力的機會 POW888三個人只能走一條道路 這三個人就是要排排坐吃火鍋 主動出擊野貓秒掉一個 極限再拿槍秒離一個 不換子彈 無法子彈再換一把槍 六倍進直接要射 春節和雨果還有野貓配合 瞬間POW888這邊就只剩下一名選手了 那這樣的話 火壓FV基本上已經鎖定了這場比賽 十萬人的獎勵金 這波山頭戰打得真好 在這個位置我們看到 七四的一個漂亮指揮派出了三員大將 又是一個一手三衝 七四佔據了一個非常不錯的位置 讓隊友去傾斜自己的子彈 是的 拿到這個人頭分 火波平衡已經被打破 RNG那個位置已經不能待了 果然如我們所說 微博已經清朝出動了 小智還在用載具進行轉移 但是微博的站位也是比較考究的 但微博現在的壓力就大了呀 等到虎牙FV修整完畢的話 RNG還是兩人編制 RNG已經摸到了微博的腳下 微博這個位置只有一個人 是大將軍 大將軍還在平凡地用自己的大腿上的肌肉 來補回原點的信息 保前一副 這裡Leader就會被七七行被刺 小智 瞄掉 看看微博這邊進行的搜索 微博這邊已經沒有什麼搜索的空間了 兩人 小智已經貼到了 微博另外一名選手的身邊 如果說在這裡 在這個決賽圈 RNG把其他人所有人都收掉 還有機會能夠逆天改命 虎牙FV164 RNG156 小智要以一人之力 抵擋虎牙三人正面的猛男 這太困難了 這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關鍵是七七行 拿到了大將軍那個山頭 他並不能多做什麼樣 現在他想開車 想跟小智會合 想從一個角度突破嗎 那這樣的話 就會讓自己的後背留給微博 他們反而更有操作空間 只能說微博在最後的一個戰位 太過於激進了 小智 那天安鎚 他現在是先出現 我還會把他抵擋 去過於戰場 你也要知道 他怎麼會打倒 這兩個人 你會打倒 我現在就被打倒 這兩個人 知道 這個人 这人数是怎么分配的呀 来了 七千豪选择和小智会合 而Z9一直选择一动不动 BBD也动了 一瞬之间RNG和微博形成了统一战线 以一山之隔一起面对虎牙FA吗 其次的加强起作用了 一直守在这个位置的其次 不去贪自己的人头 而架住了自己队伍的命门 起到作用了 主要也是虎牙FA把这个山顶之刀 山脉正面行走的道路给压住了 那这样的话 RNG和微博本来就不能够互相打到了 这样的话我不能踩到这个山脉上 怎么能打到山头对面的人呢 不得不和对面一起去对虎牙FA形成夹击 但是虎牙FA他们的防守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孤弱劲堂 雨果面对小智小智倒了 15个淘汰虎牙FA 现在微博直升下Z9了 这场比赛虎牙在军事基地的 全形的运营可以说是完美 其次他的指挥 向所有人证明 他依然是具有PEL实力的指挥 最后虎牙FA也是以17个淘汰 拿下了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余子同是锁定第二名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恭喜 微博本来